我们继续讲西方文化文明的阶段性 背后的backdrop是很奇怪的 一个就是犹太之星 两个三角形 中间是十字架 我们一般人通常是把耶稣 看成基督教的创始人 但耶稣又是犹太人 耶稣其实是矫针得很复杂的 尤其现在的以色列 或者他们自己称犹太人 某时候不太承认耶稣就是Messiah 救世主 他只是客气一点 当是一个先知 而以色列教又会将耶稣 看成一个先知 所以很多关于宗教的说法 其实相当混沉 我们试试从历史的角度说 我补充一下 这个犹太文明 其实是一个挺可怜的逃亡事 因为刚才说的 西方的文化 或者人类的文化 根本就是起源于两河流域 比中国文明 埃及文明的那些更早 里面有刚才说过 苏美文明 阿卡德文明 或者阿朔文明 很多个 大概有七八个 其中 犹太人 根本不是属于一个独立的文明 他们是寄居 或者是被成为奴隶 在巴比伦做过奴隶 埃及 我更清楚了 出埃及的摩西 就是一个奴隶 波斯里面 曾经做过奴隶 因此他永远在盼望救世主 否则没有一个来势的救世主 或者一个大能的救世主 根本就不可能脱离 那么强的军事 各国家统领 他们的自由 始终是寄望一个宗教 但是有一个有趣的机缘 就是 这些文明因为互相供佛 或者其他因素里面 慢慢慢慢衰落 包括最庞大的波斯文明 最后都被阿历山大所摧毁 于是这些成为奴隶的犹太人 一直流亡 一流亡流到一个阶段里面 慢慢就去罗马帝国 可以回流 罗马帝国刚刚有承计着希列文明 于是这里有一个回流 或者犹太文明的最特别的地方 在哪里 我想这些犹太人里面说 就是你刚刚说的 就是从这个 在以色列 就是说是巴勒斯坦的地方里面 是很窮困的地方 但是他们觉得 但是他们有一个信念 就是当他们 当然你看到 在整个旧的圣经 当旧的圣经整本书 其实就是一个 以色列文化 就是说是犹太人的一种 就是犹太人的历史 就是说当他觉得 是摩西将他们 从犹太人 以色列人 在埃及 埃及 埃及 或是要带定出去 去国外的时候 其实他觉得 这个 犹太人里面有一个 永远有一种 一种 是 好 不能够 亡灭的一种想法 就是说 这个神 是 灌争这个神 这个神是会有一个 是会答应了他们 有一天 他会回他们的一个 叫得令之地 他们为了一个 Promise land 因为神里面 尽管他怎样是流亡海外 怎样是一个 是散落 是会是我们 对面 他始终都会回头 是会成为一个 民族的 所以你看得对 就是什么 尽管 我们看到上世纪里面 因为 是总的原因 当然是和希特拉的问题 有关系 是 后来的 就是大战 以色列人之后 是会重新建立 以色列国的时候 他这么多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犹太人翻出来 就是说 他们的原来 他们在2000年里面 是他们一切的 努力 或者一切的受苦 是会得以补偿的 就是原来 神的而且安排了 一个地方 给他们的 但是这个信念 这个宇宙 这个有一个 就是神 去眷恋他们 成为最大的动点 所以也可以成为他们 将他们一种 他们民族的 独特的一种 在圣经的传道里面 是完全要保存下去 成为一个 不要 是会 和别人 是会 同化的东西 所以当你觉得 你当犹太人 当然你说他一样是 纯在宇宙的漫漫里面 是一个 是创造主 这个上次 顶多是亚伯拉罕的名字 某些之下 你认为亚伯拉罕 摩西 或者赞尼耶稣里面 不论在犹太的 圣经里面 现在的基督宗教 和提国 在伊斯兰教 即是回教里面 都共同承认的 所以你说 现在我们当前的三大最大宗教 譬如说 伊斯兰教 基督宗教 和犹太教里面 他源头就在犹太教里面 这个是耶和华 或者是 跟着整个阿伯拉罕历史里面的 这种的 即是坚毅的 不移的信念里面 是令到犹太人 和其他民族的最重要的地方 是要尊重 是传统 是要保守 因为他们相信 他们的造物主 不会离弃他们 是 我想这点是 和他们的流亡 或者是这种 一种心态上的寄望 否则他会产生绝望感 这是一种方式 更重要的 这种一神教 有一种说法 其实大部分的世界的民族 包括中国 印度 其实都是凡神教 这个很奇怪的 即是说 他只是相信一个人和华 当然有很多种说法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地方 就是犹太教 他里面 比较出名的人物 就是大卫王 大公元前一千年 建立了耶路撒冷的圣殿 然后他儿子索罗门王 这个也很出名 这类是一些人物 因为香港很多天主教 几个教学校 所以我们一般的年轻人 或者是教会读书 熟悉这些历史 多过中国历史 我发觉 这个挺有趣的 因此问题里面就是 犹太教到了耶稣的时候里面 有一个背景说法就是 海撒大概公元前五十年 而耶稣当是公元零年 当然有些考据未必的 没所谓 有很多种说法 包括有些认为 这个独生子降生成人 而救赎世界 是由波斯里面 一些叫做先教 或者是索罗厄斯德教 那些传过来 不过这些我们不要紧 我们当是一个宗教历史 和文化发展的说法 这个犹太教 可能一直都是 到近耶稣的时候 是罗马人统治 在历史记载 是有很多这些 叛乱的领主 有些首领出现 希望对抗罗马人 希望自由 所以耶路撒冷神 竟已被屠杀过很多次 这也是一个历史 到了耶稣的时候 很可能有一些说法 耶稣想改变一种方式 去对抗罗马人 而不是用武力 而是透过一种爱 这个就很重要 有一个说法里面 在犹太旧约里面 最重要的信念里面 就是绝对服从 一绝对服从 你才能得到救赎 但是到了耶稣的时候 可能他说的爱 后来我们现在 一般译了 就是阿加皮 是一种博爱 不错的 这个犯罪里面 你要理解到 譬如犹太教里面 因为犯罪里面 是会拉给你 某种意思 是会透过他的力量 是如何呼吸 但是这个犹太教 在一个绝对的宗教里面 是缘去其他人 但是耶稣来到不同 当然耶稣的故事里面 就会在 我们都几个集中 譬如我们生日圣经里面的四福音 当然不是只有四福音 当然他看到 他在耶稣死后 他会復活 等到成为很多迷 还有耶稣死后 死了之后 差不多是六十年之后 才第一本的马可福音 出现 而马可福音的出现里面 是不是马可 有很多很多问题 这些事情不要紧 这些事情不要紧 就是出现了 因为是同一神 一神带给了一个 不是用刀 不是用武力 而是用一种世界的改变 如果大家听到这个故事 当耶稣被犹大出卖的时候 其中一个最大的理解就是 犹大成的希望耶稣 当耶稣带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就应该要搞革命 他搞革命 就是说 他再一次去过尼赛亚 好像是摩西那样 是会将以色列人 尼赛亚离开了罗马的统治 甚至来说是罗马对抗 令到重新成为一个 会政治的一个 再不是奴隶 或者是一个独立体 但是耶稣说不是 我不是教大家 来的时候 会给你这个政治上的胜利 而是一个改变 这是一个生灵的 是生命的改变 就是我们真正的 我们的天国里面 不是我们的地下 这个这样的王国 而是说天国里面 在耶稣的爱的世界里面 情业 在爱里面 就出现了完全全新的立场 当我们说是福音 Gospels 叫做Good News 这些福音 不只是为了你这个犹太人 而是为了全人类 除了每个人的人里面 其实都是神的子女 但同时一样 耶稣说过 我是道路 真理生命 凡是要一定要经过我才能够见到是福 也就是说耶稣 就是后来叫基督宗教 耶稣里面是基督宗教那么重要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 能够成为基督徒 是透过耶稣的肯定 所谓受洗 是接受了耶稣 就是我们把耶稣放入自己的生命里面 就是说他将生命改变 因为改变里面 就是说这个 同时我们的 将我们的一个力量里面 一种的基督宗教觉得人的最大的罪恶 就是我自满 是一种的 就是我们的骄傲 就是一个拼除 接受神给我们的恩惠 之后我们再不需要 是不能靠自己 我们靠神 所以我们完全是 这些神是怎样对我们 不是透过我们的一种 是透过什么 你也说一说 在圣日欢所说的 就是说最重要的对上帝是什么 就是爱 爱上帝 就是说你服从上帝 接着是什么 爱的伦人 就是说爱伦人里面 这些亚加皮 这些概念 博爱里面 是我们怎样能够去彰显上帝的爱 不是上帝爱我们 但是爱爱上帝不一样 上帝是一个上面的东西 所以怎样去表达爱呢 就是透过我们爱对方 因为对方里面说的是爱伦人 所以我们说香港里面有个 我总之叫做Karatas Karatas一字明爱 基本上是拉丁文的阿加皮 阿加皮是希腊文 Karatas是拉丁文的 Karatas里面 什么是明爱呢 明爱就是 第一个字明 其实是冻蛇的 将耶稣神的爱 是彰显出去 而彰显出什么 就是对自己身边的人 那种的关怀 一种的念 将自己比一个 可能自己不幸的人 更加的 这个是爱户里面 就是在神的爱 透过我们 和其他人的爱里面 将神的最大能力 这样 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当然耶稣的故事 大家看到 这个在大位之星里面 有一个十字架里面 十字架成为 基督宗图里面 最重要的一种 一种信徒里面 因为十字架 代表了耶稣的 所谓会受死 还有最重要的 这个最好是什么呢 因为人一直以来 不论你在 柏拉图时代也好 对其中一个问题 就是人要死 不恼的问题 柏拉图里面 透过在非图篇里面 说的不恼 人就是透过 所谓的我们的 灵魂不恼等等 等于灵魂不恼 其实这个 是希腊的 基督宗教 不说灵魂不恼 但耶稣的死 是什么呢 保罗说的很重要 保罗在南马书记 很多说话说 我们一定相信 耶稣是为死 而死之后 那三天是复活 如果耶稣不复活 的话 我们不会很信 所以理解到 整个基督宗教 在当今日里面 有两个大致日 一个就是聖诞节 就是耶稣的出生 出生里面 表示了人类的一个 希望出现 然后就是耶稣的死亡的 復活节 復活节里面 也说耶稣的死 是将一个本来人的 作为人的死 将它取消 简单说 这也是保罗说的 我们作为人的死亡 是因为我们的 亚当夏娃犯罪 所以罪的功架 就是死 所以死亡 就是我们所谓最恐惧的 但是耶稣的死 是将这种人的死亡 是取消了 所以耶稣的死 是将我们的死 是会杀掉 是什么 是新的生命 这些生命里面 就是我们所谓永生 等于这些 就是因为耶稣透过 他自己 肉身复活 记住 基督宗教强调是 肉身复活 就是说 耶稣在三天复活之后 他不是鬼 那样出现的 他是真生的 所以还有一天吃饭 湯马斯就在他的颳骨里面 有个孔等等 有很多话说 比如圣经里面 他就是一个生生的 你想想 我们在那个时代里面 大部分人 不要说贵族 在贫困 痛苦 战争 日不保 还有记住 那个时代的人 的死亡率 加上我们所谓的 生存率 是三十多四十岁死了 但我忽然是一个 基本上都是痛苦流离 所以突然有人会打给他 你们最终的一个龟宿里面 不是这个地下 地下里面一切的痛苦里面 是会有人 当世界末日的时候 这个党啟智罗里面说 是新的世界出现 再没有悲哀 再没有痛苦 再没有迫害 是不是人呢 是会出现了一个 全新的世界 多多人想的东西 你想想 当你刚才说 我们已经说的 罗马世界的时候 是军事丹丁 之前 是罗马 如何迫害基督徒的时候 基督徒那段时期 是放在 比如说给狮子吃里面 很多人吃 很多人愿意的 因为 当你做的时候 你是一个殉道者 殉道者就放在天堂 那时候 你看到 整个后面 一方面 透过在人间里面的人 人和人之间 离开了我们种族的东西 离开了我们的月圆关系 不同的东西 一个很有趣的 当你看到 我经常看《马虎福音》 当《马虎福音》里面有一个故事 是什么 当门徒看到耶稣的父母和兄弟来 他说夫子 你妈妈和兄弟来了 那耶稣为什么 谁是我妈 谁是兄弟 你们就是我兄弟 现在比起这句话 在中国瑜伽里面 那时候完全是不可能相信 但是他要博爱 就是说 我们不是因为 因为生命不是来自于我们的服务 生命的要是神的 好吗 好的 那我们到这段结束 下一段再补充